大家猜一猜我正在做什么呢 然后 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感觉差不多 可以吗 太棒了 第一次做 自己的成果 尝一个 是中药的味道 这个药它叫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核心产品之一 主要是咱们滋补气血 它是由三十个药材组成的 三十个药材组成的 好 咱们看到的这个 就是刚才咱们做那个质丸的前道工序 它是一系列的 包括从河驼到质丸到扣壳 到这个的站纳 这是前端 所以现在咱们 由手工变成咱们设备的更替 那么这个效率是提高的很多 从接近去出来的这个药丸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它会通过其他的一些设备 进入到包装盒中 最终成为我们的成品 就是一道一道的工序 对对对 你看原来我们平时吃的中药 是这样之作而成的 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呢 以前这个生产线是纯人工的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 真的很惊讶很惊讶 来到山西太原之后呢 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 这边的中医药氛围 真的是太浓厚了 2024年中国东盟中药产业交流宣建会 将于7月26号在山西太原举行 期待您的关注